好 继续来看到光复乡待会第二十二届第三次的定期大会 今天正式开议 首先先进行乡长的施政报告以及各客室的工作汇报 那么乡长林清水除了感谢乡代表的支持 也持续的推动光复乡的各项的建设 那么主席也在开议的致辞的时候 也起免代表同仁严格监督乡镇的政务理性问证 光复乡待会第二十二届第三次定期大会今天正式开议 首先进行乡长施政报告以及各客室主管工作汇报议程 乡长林清水首先感谢乡代表们对乡政业务的支持 针对乡内重大建设的推动进度向乡代表们报告说明 乡长林清水率领公所团队 推动包括大兴检疫自来水建制作业 部落聚会所的兴建与修缮等等各项施政计划 提升乡民居住环境品质以及安全 另外乡公所也再度荣获圆明会特色道路 以及部落两项执行集邮奖 以及花东基金执行率第一名 两年度加总共计六千多万元 乡长林清水表示 也将规划运用在阿鲁龙部落聚会所 大幅社区空间改善 以及泰巴朗中央排水修复之用 这年来大家公所也好 公民大众也好 大家很善的一个心怀 然后公所幸福来做 然后代表幸福来监督 跟着办的时候 每个金客的职务 也能够将最好 就是最好 能够将更好 是我们的任务 是我们的守战 是我们的先生教学 这些年来大家有这样的共识 光复箱代会定期会开议 主席廖一军 肯定公所团队 努力建设光复箱 并且也支持肯定代表同仁 为民服务的品质 而在开议支持时 也其勉强调理性问证 严格监督乡镇业务 所会合作共同建设光复箱 本四大会中的任务 也有乡镇总之群 请公所提案代表提案 也请临乡镇公所团队 详细说明办理行程 本会代表建筑公所 有任何的乡镇建设质疑 或薰额建言 请公所团队详细的采纳 说明办理 结束第一天的议程 光复箱待会定期会 也将接续展开 向政总咨询 勘查地方建设 以及公所议案的审议 讨论人民陈情案等议程 记者十一颗栏光复采访报道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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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